就是Keepe Sir這個唱歌 Keepe Sir是甚麼都教的 他教球 教Keepe 在這個系列 我們會用兩年的時間 由零開始學結他 經過深山的修煉 和羞恥度的挑戰 目標是完成考獲八級的挑戰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聰學結他 我是小聰 因為我之前說過 在Youtube甚麼都可以學 今集會推介幾個頻道給大家 第一個推介給大家是 好惡言 好惡言這個頻道正 他甚麼都說 由最初級的樂理 如何看音符 Doremi Faso 到很深的 如何彈一些很Jazz的曲 或者如何去編曲 甚麼都說 而且他講得很有條理 很簡單 可以把很複雜的東西講得很簡單 所以很適合不同階段的人去看這個頻道 好來到第二個頻道 第二個頻道 是Derek Bennett Piano 應該是這樣讀的 這個頻道是做甚麼的呢 但是這個頻道就是講一些樂理 但是他會以一些流行曲去解釋 而且他的流行曲會自己寫一些譜 會講一些當中會用了甚麼樂理 可能他當中會轉了一些調 或者轉了拍子 那他就會有很多流行曲做例子 去告訴你他用了甚麼樂理 很適合想創作流行曲 又想了解流行曲可以用甚麼樂理的人去看這個頻道 第三個有推介給大家的頻道 叫做8bit music theory 那這個頻道是做甚麼呢 這個頻道就是用一些遊戲的配樂 去找一個譜出來 去自己寫一個譜出來 去講遊戲的配樂 裡面有甚麼音樂理論 因為遊戲的限制比流行曲少些 所以他用的理論會比較深一些 那這個頻道就推介給一些中階 中階至進階的人去看的 第二是吉他教學類 吉他教學類第一個推介給大家 是馬叔叔 ンコマ 這個頻道就會教大家一些流行曲 彈主要是彈曲的 他還有Yukulini 比較教得慢的 適合新手 第二個推介給大家的是 Wang吉他字這個YouTube頻道 這個YouTube頻道很適合一些 初學吉他之後遇到瓶頸位的大家 他會講很多吉他的心得 他由入門之後 如何去更加進階 令自己彈曲的技巧會更加進步呢 這個頻道可能會幫到你很多 第三個介紹給大家的東西 做葉宇俊彈結他的YouTube頻道 這個YouTube頻道主要教電結他的技巧 他本身彈結他很厲害 而且也挺搞笑的 如果你對結他 solo有興趣 或者想彈得更加好的你 都是推介給大家的 吉吳叔叔一塊蛋糕學吉他 我覺得很厲害 這個頻道就很厲害 這個頻道呢 他也是教流行曲的 但是他執譜得很長 還有他教得很仔細 如果大家想彈好一首歌 他彈得很仔細的話 可以參考這個頻道 第五個推介給大家 叫做Lick & Riff Free Guitar Education 對啦 一看就很厲害 這個是教木結他的主要 木結他可以怎樣去盡心 去彈不同的風格 不同的技巧呢 就是可以透過這個頻道 給大家學習學習 第三類是編曲類 第一個推介給大家的頻道 是Kip Sir這個頻道 Kip Sir本身就是什麼都教的 就是教琴 教吉他 教Bass 大家想編曲一定要懂不同的樂器 這個頻道就推介給大家 他教的東西都是很清楚耳明 而且是香港人 好 還有一個推介給大家 就是YouTube Production的頻道 這個也是一個香港人開的頻道 他會教編曲和韻音 他會用他自己創作的歌曲做禮詞 去教大家編曲和韻音的技巧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老師也很親切 推介給大家這個頻道 好 其實我還有很多頻道想推介給大家 但這條影片的長度關係 就不用再說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 覺得很好的頻道可以推介給我們 不如在下面留言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我們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如果這條影片多人看 我們會出下一集